武俠小說作家金融,10月30日離世,響言94歲, 這日下午,在香港殯儀館設靈。 靈堂以金融生前最愛的靈蘭花佈置, 各界人士亦都送上花牌致意, 包括主席習近平、總理李克強、前總理溫家寶等等。 殯儀館愛沿路排滿白色的花牌, 不少書迷都有送上花牌同在現場拍照。 更有一位男書迷帶著自製的金融肖像沙華來到靈堂。 下午4點,生前好友蔡蘭和毅康一起到達, 毅康太太也有道場陪伴, 雖然毅康曾表示不會出席喪禮, 但這日都有來送別好友最後一請。 曾出現神雕俠女陽過一角的黃曉明, 下午5點左右穿著一身黑色西裝道場, 離開時,他回應記者訪問, 表示對演過金融不下的角色感到榮恨。 絕對是我一生中最榮幸和最難忘的事情, 也是改變我一生的事情。 我們都是從小看著他的書長大的, 他對我們的一生影響非常大。 我覺得我所有的懾愛精神都是從他的小書當中, 做人做事。 我覺得其實就是很希望能夠幫到更多的人。 我覺得這些一點一滴都是從經先生的小書當中學習到的。 曾經出演雪山飛湖的呂良偉, 也是金融先生的書迷。 他寫的小說,我們從小看得大, 給了我很多很多很開心, 有悲有喜的劇情, 給我們看過我們小時候的時光。 我的中文比較好的是因為看他們的小說看得多。 我也很敬虧他老人家學習精神, 在八十多歲還去英國讀博士, 是很值得我們做後輩去學習。 喬峰,其實我也很喜歡演喬峰, 不過又沒機會去演。 我覺得也很適合我自己去演。 喬峰的性格,又大俠。 他太多了。 葦小寶,我想演葦小寶, 這麼多老婆。 我看一看,現在我發現老婆多都挺煩的。 儀式全部結束之後, 金融妻子林諾爾就和親友一起離開現場。